- 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FRODO,百年歐系煞車品牌,得您信賴 哈囉,Everybody,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師推特 這一集跟大家推薦什麼車子呢? 2021年的Honda Odyssey,AKA奧德賽,AKA奧迪賽 好,那這個是一個小改款的版本 那它也是現在市面上呢 沒有什麼對手的MPV車款 新車已經在2022年年中停產 所以你也買不到新車了 造就了非常奇特的一個現象 不是寶石捷那種特殊品牌的狀況之下 也不是Tusuki、Chivney那種缺車叫不出來的狀況 而是已經停產了之後呢 二手車的價格超過當時新車的售價 在二手車界是一個非常稀有的案例 就是這個奧德賽 小改款其實改了蠻多東西的 它連這個體積都有點稍微的放大 雖然軸距是一樣的 然後呢,這個小改款的版本呢 你有沒有覺得像它這個前面的鍍鉻四條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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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比較流行 方頭比較霸氣的感覺 當時呢,有三個等級 卓越版、登峰版 現場這一台就是七人座的登峰版 不是八人座的 八人座的話就是233 八人座 然後如果七人座就是223 還有一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就是流水燈 小改款之後就有流水燈了 然後其實我在市面上 很少買到卓越版 其實主要它的這個銷售的產品的主力都在 登峰版七人座 八人座其實也很少 我是不知道新車數據啦 我自己的經驗 我遇到的第一名最多的就是這個 七人座的登峰版 那第二名就是八人座的登峰版 最後才是卓越版 我幾乎沒有預購卓越版 APEX版跟這個陽春的版本 差別有這個17吋跟18吋的鋁圈 所以我們這一台是18吋的鋁圈 225 50 18 全部都做這個黑色亮面的烤漆 我覺得這鋁圈還不錯看喔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它這個MPV車款 它的底盤真的做得很低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它開起來應該是底盤會蠻不錯的 那側邊一樣 門框都是用鋼琴烤漆亮黑色 只有這個手把跟你的水切 有一個鍍鉻 而且它的鍍鉻不是那種亮銀色的 它是帶一點點的銅色 所以看起來我覺得質感上面 我覺得也蠻加分 然後呢 啊對 這個登峰版跟卓越版差別 還有單電動滑門跟雙電動滑門 所以來到我們現場這個就是雙電動滑門 那尾燈就改成這個 有這個光條的形式 帶一點銅色的鍍鉻飾條 然後腳踢尾門嘛 我記得它有腳踢尾門 有沒有 可是我發現它的滑門跟尾門 那個關的速度啊 會讓你有點火大 特別慢對不對 我覺得它這邊空間還算不錯啦 以七人做MPV來講 然後這個椅子啊 也是有蠻多可以控制的 譬如說 我記得它可以翻過來 有沒有 兩個坐在這裡 看星星喔 看星星 交配 今天新聞有一個美國爸爸媽媽 帶小朋友去看動物園看那個黑猩猩 然後結果黑猩猩一時興起 在那邊打砲 30秒就結束了你知道嗎 那個星星的小朋友啊 還坐在爸爸屁股後面 在那邊看他媽媽的阿抱 這個還不錯嘛 浪漫 對不對可以這樣坐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還蠻特別的設計 它杯架其實做的很多 這邊做了兩個杯架 那邊也做了一個杯架 所以它三個人真的就有設計三個杯架 這台車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的六氣囊 側邊的氣囊是有延伸到第三排 所以對於後座乘客的保護 還是有一點點多多少還是有一些作用 因為一般其實第三排保護力都是比較少的 那當然這個車我們就是要看一下它的第二排 第二排才是精髓好不好 我告訴你它最舒服的是這個頭枕 寬有沒有 還有腳靠 最屌的 它這個扶手啊 怎麼調你知道嗎 放到最低對不對 上來一格 還是你要再上來 還是你要再上來 它一定要先到最低 對一定要到最低 你看你放到這邊 你先放到最下面 然後再上來 還有一個蠻特別的 這裡 它可以往旁邊 左右可以離更開 感情不好 坐旁邊一點 旁邊坐秘書過來一點 這邊也可以過來一點 扶手收起來 類似這種感覺啊 這個椅子是真的舒服 我沒有在考慮就好了 當然它沒有Alpha顯得那麼的貴氣 我們那時候我們也有開箱那個Alpha 按鈕一堆都電動的有沒有 它這完全都是手動的 你看這個光這個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這邊還有它的第二節也是可以調的 上段椅背 要不要 然後這邊的就是調整個椅背的輕打 而且這邊也有出風口 小的 這個遊覽車出風口跟閱讀燈 三區恆溫空調系統 前面兩區這邊有一區恆溫空調 這可以再躺一點 還可以再躺嗎 還可以再躺啊 不行 頭會撞到 所以只能我翻過去 哈哈哈哈 啊 丟吧 好 已經幫大家都規劃好路線了 好不好 那如果第三排空間要更大 我可能會稍微比較好 這樣太近了吧 這樣吧 然後椅背可能我就不能那麼躺 因為畢竟它這個椅子還是滿厚的 因為它為了要把這個第二排的椅子做舒服 其實它海綿的厚度其實滿厚的 如果第三排要做人 我可能就是比較沒有辦法那麼舒服 也不是不舒服啦 我留一個拳頭 那你拍一下後座 後面的空間就還不錯 可以做一個成人 那比較可惜的是 我覺得它只有坐前面一個小天窗就比較可惜 如果可以的話後面再開一個小的也不錯 反正這個車就是家庭取向 你如果後面有小朋友什麼 給他們一點光線 我覺得也是滿不錯的 欸這車很舒服欸 我跟你講 有了這台車啊 你以後就可以跟老婆大小生了 大小生被趕出去睡覺 你就可以睡車上了 你就可以跟老婆大小生了 什麼都不用怕 對不對 房間不能睡 客廳不能睡 我睡車上 喔好舒服喔 你知道嗎 醫生這個問男病人說 欸你是不是有做什麼 從事什麼危險的活動 喔有喔 什麼活動 我偶爾會跟老婆大小生 還有一個我覺得 這個你會捨不得踩 你知道嗎 像我都捨不得踩 你不覺得這踩了以後就會 摩擦 擦傷 然後變白白的很醜嗎 應該有賣套件吧 我是覺得我蠻捨不得 我的話我會蠻捨不得踩這買 不過以一些年紀大的 爸爸媽媽老人家來說 這個車上下車應該是比較方便的 它這裡有一個把手 就只要拉一下 彎 欸我這兩天 我不是馬莎拉蒂不開了嗎 要準備賣了嗎 我昨天開BRZ 我進出車 膝蓋會痛是不是 不太行 為什麼年紀到了 關節就是這樣 好那因為我們這台車子跑 13000公里 其實車子還很新 欸這車主是跟我們換什麼車 那個ES 啊對 那因為他家庭成員沒那麼多 他就覺得開一台轎車 可能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然後再來也可以講求質感 欸講難聽一點 他開一兩年賣這個價錢 很划算 他當初新車的時候 買的價錢跟Lasus 應該是差不多的 對啊 他跟我們換那台Lasus 好像也是21年的 新車不知道多少錢 我都沒研究 我記得也是21年的 我記得21 F Sport 我來查一下 我記得也是同一年份的 欸這樣有趣囉 新車200萬左右啊 我這樣想想不對 21年他來跟我換21年的 ES250 F Sport 前任車主新車買212萬 然後他也是21年的時候 他買這台179萬 所以就差了大概 30幾萬了嘛 然後到了現在 他用這個跟我換那個ES 價錢差不多 欸這樣子 阿湞你覺得划算嗎 還蠻划算的 而且他從Handa換Lasus 哇欸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交易選擇 馬上就升級了 因為他剛好他用得到的時候 開了1萬多公里 現在用不到 再換一台Lasus 所以選對商品讓你上天堂 這個是保值型商品 奧德賽就是這麼厲害 不過這個他當初車主在買的時候 應該也預測不到啦 說實在話 他怎麼知道他什麼時候停產 他怎麼知道市場 這個車價錢會往上飆 對不對 所以這很難講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換的還蠻划算的 說實在的 很多人都會說CRV 或是Honda的車隔音很差 我覺得很大的原因是在他們這膠條 他這個膠條其實我用手 因為我摸過蠻多車 他這膠條真的蠻薄的 那你可以來摸一下 他這膠條像紙一樣的 太薄了吧 很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這個風切身的抑制 你看連這個都是薄的 一不小心就破掉了 你用力這樣往上一拉就破了 我摸起來 我就覺得他這些膠條的質感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風切身 很大的主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看他也很認真這邊也做了這個 但是你就是覺得 他的隔音就不是表現得那麼好 他有雙前座電動椅嗎 你那邊是電動的嗎 沒有 我那邊手動 所以他只有單座電動椅而已 門板的這個部分啊 就有這個木質的一個飾板 這也是塑膠的 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這個電動窗開關 也非常的省錢 然後呢 我們剛剛數了後座的杯架 這裡也有杯架 前面的門板也杯架 還有在你的冷氣孔這邊也有杯架 然後呢 他這個前面呢 除了中央扶手以外 拉出來又是杯架 又兩個杯架 然後這邊有一個可以漂浮出來的平台 因為他把他這個排檔做成懸浮式的 所以他這邊就多了一個空間 其實這個在HONDA 不管CRV 還是這個HRV上面很常見 他很常釋放出這個空間來 我不知道你有發現 記得CRV一代的時候 他這邊就好像就有一個空間了 我記得有一個板子可以掀 一樣 冷氣出風口中控台 有這個轉印的木紋飾板以外 他的出風口呢 中間也是做細長型的 方向盤就是滿滿的按鍵 好了 免鑰匙啟動的按鈕在這邊 然後這個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懸浮式的螢幕 然後這邊有很多這個 電滑門的按鈕 預防碰撞系統 得到便宜的警示 自動停車熄火的 後尾門的開啟 循跡防滑系統的開關 後滑門關起來 控制關起來 然後呢 他這個應該是半數位吧 還是懸數位 因為我看到裡面有桿子 對啊 他半數位 你看可以看到指針 只有左邊這一塊是數位的 那我覺得有一個比較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缺點 他的資訊窗都是英文的 可能對於有一些英文好的不算缺點 對於我來講是吧 講完了 不是因為這車出很久了 然後因為很夯 很多的那個車評朋友們 應該都拍過這個車子 所以我真的只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為什麼會有這麼神奇的車子 已經過了一年了 價錢竟然還可以 比當初的新車價高 甚至跟當初新車賣的價格一樣 到底有什麼魔力 看到目前為止呢 我覺得他的後座 真的有讓我感覺到說 我花這個錢 你不要看現在其實你180萬左右 其實也買不到什麼太厲害的東西 那進口車你買到很陽春的 然後你要買到 國產車要買到180 好像也沒幾台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可以買到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沒什麼對手的車子 這個買這台車 我今天下個註解 就是買這個座位 這真的舒服 好不好 接下來去開一下 看開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這一台是奧德賽 2021年的 其實市區還蠻好開的 但是底盤的聲音好大 聽說他這一款小改款之後 有改四個門 前面四個門有改雙層玻璃 他可能他也知道 他隔音比較不好 可是沒有錯 風切聲變小了 可是底盤還是很少 他要幹嘛 他應該是要做地毯加厚 跟輪弧隔音吧 你說其實風切變小 他雙層玻璃風切還是蠻大的 蠻大的氣息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所以他要八層玻璃才高 對不對 我很注重這個 我保時捷我也有選雙層玻璃 對不對 我只差他沒有防彈玻璃 我就選了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以前那個 看那個縫恰恰 蔡奇亞阿勇是不是 用那個十塊錢 縫縫縫縫縫成一件防彈衣 阿讚你有沒有看過那電影 沒有 好 乳冰花你看過嗎 乳冰花有 為什麼你會看過乳冰花 我比較懷疑 學校會播啊 學校會播喔 那我朋友啦 我同學以前的女朋友 算了剪掉好了 哈哈哈哈 好 上高速公路了 怎樣啦 剛剛對象有車對不對 他幫我踩煞車 他有我們要互撞了 還是是因為高低起伏 我不知道是高低 我們剛好在上坡 可是沒有我覺得是對面 因為剛剛對面我們稍微有一個彎道 那對面有一副好像要往我們這邊衝過來的那個角度有沒有 他剛剛亮的那個自動煞車的燈 警示燈 然後有幫我踩了一下 含了一下煞車 其實我覺得自動煞車這個東西 他當然是一個安全機制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如果誤判的話 其實蠻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個感覺就很像你在坐別人車的時候 他無預警緊急煞車 因為你沒有心理準備 你如果他是自己踩的是駕駛者自己踩的 你會有心理準備 沒有的時候你就會嚇一跳 所以這個雖然它是一個安全的作用 但是其實沒有提醒你的時候你是會嚇到 好啦那說雙層玻璃 因為前一代我也沒有很認真試過 那應該是有比前一代風切聲應該有進步 可是大部分很多在天窗這邊應該還是有傳一些風切聲進來 但我覺得它主要真的是底盤的隔音不是很理想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蠻驚訝的一點 就是它的底盤做得蠻不錯的 不會讓你覺得說你在過彎的時候開著一台很笨重 或者是軸距很長的車子 而且它不是那一種軟糊糊的 它這個車我們在過一些這個叫做伸縮縫 它不會有那種過度的搖晃的那種很軟的感覺 你看它這個過彎其實我覺得蠻不錯的 避震器支撐性也蠻不錯的你看 有沒有這個彎蠻大的 這個彎就是上次有遊覽車在這邊 它是翻車還怎樣 插到護欄之類的 太彎了 避震器支撐性意外的不錯 我以為這開起來會很像貨車還是什麼 很可惜的就是說 它到2022年好像年中左右 已經完全沒有車交也停產 一直到最後結束了都還是半速域的系統 那這個我不知道外面有沒有在改 不然能不能改 有人改 有人改是不是 你有看到 有 那應該就是可以改 因為這蠻可惜的 到最後都是半速域的系統 好這個2.4的自然進氣引擎 2356cc 175匹馬力 23公斤明扭力 然後這個是CVT的變速箱 再來它的平均油耗 市區應該是9公里 高速14公里 平均起來大概在12公里左右 打個折 平均起來應該是在10公里左右吧 我猜 不過它這個CVT變速箱 CVT感沒有那麼重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有一個猜測 就是當CVT的變速箱 搭配在馬力越小 或者是排氣量越小的車上 你那一種重拖感就會越明顯越重 當它的CVT變速箱搭配在一些比較 排氣量大或馬力比較大的車上 比如說WRX 阿提馬 其實那一種CVT重拖的那種 轉速很高 或者是引擎 轟的那種聲音的感覺 重拖感就會少很多 我自己開起來感覺是這樣 現在已經可以出國了 這種MPV七人座到底 是不是還有這麼熱 我跟你講這個MPV 或是這種七人座的車 或是休旅車 其實在過去的兩年 疫情爆發的這一兩年內 其實整個後世都非常的看好 整個價錢整個行情都沒有在掉的 可是我不知道現在當已經開放國門 大家已經瘋狂的出去國外旅遊的時候 這種車是不是還能夠維持這麼好的價格 不過呢 據我的研究 因為我剛賣一台黑色的嘛 我們在那個營廷節的節目 有出現那台黑色是已經賣掉了 我那時候要賣那台黑色的時候 我有研究一下做一下功課 大概21年22年的這個奧德賽 在網路上的開價都已經超過當時新車的價格 這就跟我們之前有拍過的這個Alpha是一樣的 都是因為可能這個你比較難取得 像Alpha是你訂車可能必須要等很久 那就跟你這個奧德賽已經沒有新車可以買的狀況了 所以呢 我在當時在過年前在研究這台車的行情的時候發現 如果不是車有什麼問題的狀況之下 車子狀況好的情形之下 他們的開價都已經高過當初原廠的定價 我記得當初原廠的售價是166萬左右 那是最低階的 最低階才166 這個是179 179 Apex嘛對不對 登峰版是不是 登峰版179萬 我看21年之後 22年21年 在網路上都開到180幾萬 甚至190萬 這是什麼狀況 又超定價 而且它是已經隔一年超定價 人家所謂的超定價是你去買新車 你要加價買 那才叫超定價 因為你買新的 才叫超定價 它這個是叫做二手車 賣的比新車貴 我跟你講重車就是對手太少了 它有什麼對手 PREVIA也沒有了 我覺得跟它最接近的價位應該是PREVIA PREVIA當初真的是賣得很好 然後之前還有那個 福斯什麼車 現在有一些韓國車叫什麼 我不知道 什麼Casting 反正韓國車我不知道啦 反正這個七人座的MPV 現在就沒什麼對手啦 還是要那個納茲捷嘛 可是那個因為M7也離太遠了 價位上面也沒有同跌到 所以如果以這個價位來看 真的沒有對手 因為Alpha的價錢高太多了 200多去 對啊 那個已經不是同一個層級了 所以真的沒有對手 我覺得它問題就是沒有對手 所以造成它那麼Chill 然後你有沒有想 以前PREVIA那時候 PREVIA賣超好 那時候流行那種子彈造型 有沒有 很延伸這樣很尖頭的 然後現在這幾年流行什麼 扁臉的 方頭的 方頭扁臉的 還要改一個跟我們的CHR一樣的牌子的大包 那個叫什麼 Maladuna Moranisa 是Moranisa嗎 不是Maladuna 好啦 反正就是 現在流行的那種扁臉的方頭的 我覺得那個真的 每個時代的這個流行 真的是不太一樣 因為這種方頭扁臉的 看起來是屬於比較霸氣的感覺 尖頭看起來比較優雅 然後我開起來 它這個175P的馬力 帳面上看起來是不怎麼樣 但是 我在市區開起來 我覺得 還算蠻 零巧 蠻輕巧的 然後現在在這個山路上面 我其實 也沒有覺得有什麼疲態的感覺 但我覺得 比起它的馬力 我真的覺得它的過彎 讓我覺得還蠻意外的 真的 它過彎真的 我還轉過頭 它的過彎真的讓我還蠻意外的 它的過彎讓我蠻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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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彎循跡性很好 而且側傾 支撐性很好 側傾很小 所以你開這台車 也是蠻輕鬆的 不覺得自己在開一個 軸距很長 然後體積很大的車子 開車的過程當中 我不覺得是一個 很有負擔的車子 像我們才剛分享完馬沙拉蒂 我覺得馬沙拉蒂 剛開始開的時候 真的 也不是剛開始 其實到最後 有時候還是會覺得說 它開起來是一台有負擔的車 就是你能很明顯的 感受到它的車的重量 道路行駛的時候 它的車寬 車長 都會讓你有一點點 駕駛者有一點點的心理壓力 覺得自己很像一個 龐然大物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還蠻意外的是 這個奧德賽開起來 竟然讓我覺得 不會有那種負擔感 那種壓力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價錢好了 2021年的APEX七人座版本 基本上四面上面 七人座的價格 跟八人座是差不多的 雖然當初八人座是更貴一些些 但是在二手車價 基本上兩個車款的價格 是差不多的 因為其實大部分買這個車的人 喜歡七人座的居多 八人座比較沒有那麼主流 那麼好賣 所以到了二手車價 你是八人座的話 價格可能就是跟七人座差不多 當初買的更貴 但是二手車價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車給大家一個 大概的車商的一個 收入的價格參考 我覺得應該會在 165到170萬左右 那當然賣出大概會加 一成左右吧 我猜 所以都會賣在180幾萬 那就比新車還要貴了 大概是這樣 當然這不是一定的數字 這個也是隨著整個市場經濟的狀況 尤其現在過完年 整個經濟市場的狀況還是怎麼樣 其實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們是年後拍的 我們跟大家分享是過年前的價格 如果說你們遇到更高的 或更低的 都不足為奇 加上我們剪片上片的時間 整個市場是什麼狀況 我們也沒辦法預測好不好 就是我們以我們拍片現在的這個價格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基本上在我店裡面賣出來 應該也要180幾萬 所以我上次前一台 有一台黑的賣170幾 好像還不到180 那因為它後車廂蓋 有經過更換 所以我們就賣比較便宜 那其實買那台車回去的消費者 應該也是滿開心的 因為你要買到不到180萬的奧德賽 2021年的 市面上你應該找不到第二台 我們把這個 價格減損 因為碰撞造成價格減損的價錢 扣下來了 好不好 那就依照車況 里程 會有這個價格上面的落差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也很好奇 這個車真的很保值 基本上你在2017年 我們講2017年 那時候還沒有跟車 我記得沒錯的話 2017年的奧德賽 一樣是FS這個版本 你在市面上買 應該也要超過100萬 只是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車真的在市面上 超級無敵 我又保值 我真的覺得開起來滿輕重的 方向盤在轉 我會覺得 沒有什麼很空虛的感覺 而且說實在話 我覺得它引擎隔音 做得不錯 不過它的底盤 隔音真的不行 你甚至都可以聽到 它底盤機構 在運作的敲擊聲 你知道嗎 我哪有過窟窿 你聽看看喔 有沒有 你可以聽到它 底盤運作的敲擊聲 有沒有 你一般就 哭哭就過去了 是一個很悶很紮實的聲音 可是這個甚至 有時候你過一些 路況比較差的人孔蓋 甚至可以聽到 那個底盤的 漏漏漏的那種敲擊聲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奧德賽 我今天的開箱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一個非常貴的 MPV七人座 那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看一下那個畫質很差的倒車顯影 那好像2000年 2000年代的那個 剛出來的那個手機耶 畫面這樣有夠肉 這應該是鏡頭的問題 因為它這個呈現出來 應該是鏡頭解析度的問題 應該不是螢幕 螢幕你如果放YouTube看 應該是會更清楚 喔對 它這台有Android Auto耶 跟Apple Cup 對 小白款才有 之前沒有 好 好 好 阿哈呆你快交女朋友了 沒有 快點交一個啦 快點交個女朋友快點結婚 你花越久的時間找到他 他被別人調教的時間就會越長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要看找的是誰吧 不是啊不管是誰啊 你拖越久他就是被 跟別人相處越久啊 沒有啊搞不好會跟我一樣啊 跟你一樣 都沒有啊 都沒有 你滿理想化的耶 這個事情要換一個角度想 換一個方面想 就我常常在講說他失戀了 好難過喔 什麼好難過的 你比別人還更早體驗了更年輕的他 失戀有什麼好難過你跟我講 而且換句話來說 後來找到他的人 越晚找到他 他就被你摟靈越久 轉念想一下不是就好很多了嗎 所以你快點找啦 不然我真的很替你的另一半感到擔心 FRODO百年翁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任 FRODO百年翁系列 FRODO百年翁系列